各位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百話 我是王淳修 首先介紹這一集加入我們的來賓 第一位是東華大學教授 施政鋒教授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徐曉馨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謝寒斌 斌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剛剛台北市長 市長立委 對不起 立委補選 因為很像市長規格 大家不覺得嗎 補選的吳一農 最近一連串跟媒體互動 成為主目的焦點 剛開始跟媒體互動有點緊張 因為一直在嗆媒體 或互動不愉快 最後他道歉了 但是最新的消息裡頭 怎麼又來 跟媒體的關係真的緊張 因為當他公開的講 不只是在跟媒體受訪的時候講 在公開的地方行程裡講 願意犧牲總統專機 來贏得大家更好的生活 松山機場要遷移 不過後來他就發了新聞稿 說是吳一農簡化了記者提問 其實是記者問的 所以他才會這樣打 才會提出這樣的說法 說松基病行政專機 或總統專機如何處理的看法 不是說他要犧牲總統專機 有甩鍋記者 被說他又說謊 甩鍋記者了嗎 記者根本沒有這樣問嗎 來聽聽這段談話 這段說是金融兩樣之下 他等一下會造校 有什麼建議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的講設 這裡面有很多的講設 雖然機場以前是純軍用 過早過早過早 然後移入越來越多 然後其實戰備任務也越來越少 現在主要是處理一些專機 那你跟我說 我願意犧牲總統的專機 來贏得大家更好的生活環境 願意專機 總統對國際還是去桃園 所以又來了嗎 因為記者問的其實很客觀 有什麼建議 是軍方 他從來沒有提到四個字 總統專機 但他自己回答了之後 後來說 不是我要犧牲總統 是記者問我 我只好跟著這樣回答 結果被發現 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怎麼又來了呢 就很像陳時中的高端一樣 被大家酸 那他抛這個松基簽件的政見 沒有提軍民兩用 王鴻輝又酸他說 要請國防部幫他補補課 那麼其中松基是軍民兩用 機場交通部 國防部都沒有規劃 吳一農PPT做得很漂亮 卻沒有提到軍用怎麼回事 他真的不知道這裡有軍用 突然發現的嗎 網友當然酸 連國防部長都不認識的 這一位吳一農 怎麼回事 所以需要多一點點功課來做 那麼當然這個政策 提出來的時候 引起很多討論 亮哥在我們現場也講過 他當年也提過這個政見 其中包括有誰 還有李英遠 2002年選市長的時候 還有謝祥廷2006年 甚至到2018年 姚文智選市長都還提過這個政見 經歷了三位市長的選戰之後 都主打松山機場政見 過了6年的執政 有什麼進展嗎 反而是說這樣 現在對國內很多航班的使用 是越來越密切 越來越重要 所以自己瞎找更瞎的幫忙 這個是另外一個討論了 團隊裡之前這些政策或是討論 出了問題是因為沒有足夠好的幕僚嗎 好 那現在強大團隊來了 幕僚有誰 除了林非凡加入之後 劉導就說是這個陳水扁時期 最早的小英的文檔 那麼現在還有誰 還有令人是說 吳怡農幫吳怡農要打選戰 還有一位前秘書長邱毅人也來了 這個厲害 新潮流大佬 這樣就可以救了吳怡農的選情 跟接下來所有的應對跟政策的討論 吳怡農過去當然豐功偉業 韓國瑜有個名言就講說 他覺得只要得罪段銀康新潮流 其實包括邱毅人就是新潮流 就好像被台灣高鐵撞到了 永無寧日這麼厲害 然後被形容真下流 看到好處到處口水流 那麼這些過程當中 甚至還被形容說白天總統蔡英文 晚上總統邱毅人 說民進黨新潮流是在架空總統 所以主導的力量這麼強的新潮流 這一次這些還有一些包括爭議 什麼10億元等等的爭議的時候 面對到吳怡農現在來輔選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對選情會有幫助呢 那麼這一次的選戰補選 本來只是一個補選的規格 任期了只有一年 有這麼高的媒體關注 重點就在於能夠牽涉到 選民行為有多麼的密切 那麼很多的分析都認為 網路聲量來分析一下 從30號到4號以來 這個吳怡農的網路正面聲量 正在下降 但兩個人的聲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在這麼網路高聲量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民進黨危機意識升高 也就是說基本盤容易被催出來 就像過去的幾次補選一樣 的時候比方說中二選區的補選 2019年台南的補選一樣 催出比較高的投票率 讓基本盤可以出來才是真正的重點 候選人本身反而不重要了嗎 他不然個人的特質或者是口條 或者是各種的條件 其實基本盤才是關鍵的時候 仇恨值還有對於議題的掌握 變成是這個選戰接下來 非常重要的一點 賓哥你怎麼看民進黨在九合一敗選之後 當然這一仗也有鼓舞士氣 把這個從鼓底拉起來的氛圍在 這一些人不斷的進駐來幫吳怡農 看起來有幫助嗎 這一場選戰對民進黨來講 當然很重要 就是如果吳怡農能夠獲勝的話 當然對把他本來敗選之後 很低迷的士氣可以重新振作起來 所以你看民進黨會投入很多資源 來做這件事情也把很多大將找來 可是問題是巧富難為五米之吹 如果你本身 候選人本身就爛的話 爛泥浮不上牆 請問一下有什麼辦法 因為你要知道補選的時間非常非常短 下個月8號就要投票 所以補選通常在拼什麼 拼第一個基本盤 第二個就是你在這麼短的期間 你給人家帶來什麼樣的一個印象 所以你看林靜宇當初其實跟中二選區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淵源 可是他上去的時候 因為整個話題被吵得很熱 再加上綠營的這些電視台 不斷的幫忙助攻 然後每天在播放 關於嚴家的各種鄉野傳奇 就各種台灣演藝故事都跑出來 然後各種奇幻小說都沒關係 那就加深了當地選民的這些印象之後 就把林靜宇苟上去了 現在吳怡農是什麼 吳怡農是自己不斷的在自爆 自己不斷的用各種奇怪的方式 其實說真的 我們都不會想到的方式 去顯示自己是個草包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覺得 他恐怕在很短的期間在 短短兩個禮拜 我覺得他草包的形象 已經深入人心了 很多人就是直接聯想到吳怡農 變成聯想到草包 因為我說真的 他在一個立委補選裡頭 提這個政見 我個人認為非常奇怪 因為民進黨如果真的有心 要簽建松山機場的話 你現在是執政黨 立法院你又多數 你們平常就可以推了 為什麼一定要等到立委補選 再來推呢 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而且你們市長才剛選完 你們之前那個市長候選 連提都沒提過這件事 那請問一下你們到底在幹嘛 所以這個政見 擺明的就是出來騙人的 然後很顯然吳怡農自己 對整個政見也沒有什麼 深刻的規劃 所以他連中山機場軍民兩用 那軍方這個你要怎麼處理 他其實看得出來 他完全沒有任何概念 所以才會講出 這麼離奇的一些話 然後居然還去管到總統專機 我真的覺得 你實在是太閒了 然後講吳怡農他現在出來 已經犯了第三個重大錯誤 是對他自己的政黨的重大錯誤 他第一個就是上了一個書 叫民進黨中央 對黃成果的事件表示態度 民進黨中央 到現在理都沒理他 然後再來他又 現在又出了這個專機 總統專機 這個根本不干他的事 他要把它弄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不斷的在犯錯 不斷的在幫自己 跟黨內製造問題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吳怡農這樣下去的話 恐怕是最迅速隕落的一顆星星 因為本來好像大家認為 他身世很強外型也不錯 可是在短短的兩三個禮拜之內 就出現了這麼劇烈的轉折 我覺得不要說邱逸人 就算是天王老子來 大概也快沒救 可是好像只要回到基本盤 吹出基本教義就好了嗎 跟媒體關係是拿媒體來墊背 發個錯誤的新聞稿 也沒關係嗎 曉欣 我覺得當然還是有關係 因為所有的民眾他是從媒體上面 他看到你 尤其你看現在這麼冷 然後你說真的這麼短的時間內 能夠接觸到實體的多少民眾 其實空戰還是一個很大的主要戰場 再來就是組織戰的部分 組織戰的部分 國民黨並不會比民黨遜色 甚至如果我們要講組織盤的話 其實國民黨是比民進黨 再強那麼一點點的 在中山 白中山去來說 所以說吳怡農他如果沒有在空戰上面 拚贏王鴻威的話 基本上他就會落於下方 很可能會敗選 但是我覺得他整體的 這個處理的 他自己選戰策略是荒腔走板 而且是非常的亂 我舉例來講好了 這個邱藝人有沒有加入他的競選團隊 他最新的回應是什麼呢 他說他被問到邱藝人 是不是已經加入我的團隊 他說這是我第一次聽說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呢 我聽不出來耶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嘛 如果你說這是我第一次聽說 那是不是代表說沒有 但他接下來的話又說 無論如何他會堅持自己的節奏跟策略 那聽起來又像是有嘛 誰來都一樣 對 所以到底他邱藝人 有沒有加入吳怡農的選傳團隊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有的 因為我相信在吳怡農犯了這麼多錯 而且刀刀殺的都是他們民進黨 黨中央之後 黨一定坐不住了啦 那個屁股都熱了 如坐針毡你知道嗎 誰不打每天打這個蔡英文 每天打民進黨 我知道剛剛兵哥要講的 其中一個錯誤是那個啦 徵召對不對 就是他講說什麼 民進黨最大的錯誤 2022年會選書 是因為初選制度被破壞了 都用徵召的 他自己就是徵召的既得利益者 他哪一次不被徵召 他甚至連擔任台北市黨部主委 都有特殊的吳怡農條款 他還好意思拿這個來講別人 他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 然後這個完全是把蔡英文 弄得臉上無光 現在你要拖他的總統專機下水 再來我們剛才影片很清楚看到 記者根本沒有提到所謂的總統專機 但是他說了一句話非常有趣 他說你跟我說 那個人沒有跟他這樣說 他自己把話塞到人家嘴巴裡面 用自己的問題 然後當成別人的問題 來回答自己的問題 他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 你現在把記者的問題 你自己的回答錯誤又推給記者 這無異於就是讓你跟媒體的關係變得更差了 所以除非你說你在組織盤上面 能夠明顯的贏過國民黨 否則你在空戰這邊來講 你已經惹毛所有記者 大家要怎麼樣去幫你報導好的新聞 從遲到啦嗆記者態度不加扭來扭去 那好我們最後講一下組織盤好了 組織盤我們在這邊講說邱毅人非常厲害 新潮流對不對 可是大家要知道喔 我講過一件事情 四年前他在兩年前他在選立委的時候 其實就是新潮流 然後帶著他在我們松山區到處走 那個時候他的態度就已經讓很多的里長 是覺得不舒服的 就是他有一種眼高於頂的感覺 感覺跟基層的互動是不親切的 甚至就是比如說常會帶了一組媒體來 然後拍個照 拍照之後拍了帥照以後就走人了 你根本沒有深入坐下來跟媒體聊天 對所以今天就算是邱毅人 他加入了這個團隊 那能拿他怎麼辦呢 重點是吳毅農這個產品 他有沒有心跟民眾站在一起 我覺得他根本沒有做好 作為一個基層民意代表的準備 民意代表你是要反應民意 而不是你是高高在上 如果吳毅農連地方里長的聲音 他都沒有辦法做個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好好跟人家啃談好好的去傾聽 每次都是用這種趁熱度的方式 讓媒體拍照完就走 就像他那天捐血也是一樣 上了捐血車以後 也今天沒捐血就離開了 拍拍照就走人 這種情況我覺得跟比較務實 然後有經驗的王洪威比起來 真的兩個人是高下力判 所以我覺得不管在基本盤 或是在空戰上面 其實我個人都認為王洪威 現在是取得比較大的優勢 那我覺得吳毅農的這個殞落 對民進黨而言 不只是輸了一次補選而已 更是讓他們的一個政治年輕的民心殞落 那這個對於民進黨的這個 整個世代交替來說 我覺得會產生蠻大的負面影響 有些媒體在觀察說 先把這個問題問完巧心 說什麼他在鏡頭語言訪問的時候 會一直扭來扭去 動來動去 你的觀察是為什麼 我看他的訪問常會覺得頭昏 因為沒有 我跟你講他真的不像是選過局的人 沒有政治人物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會以為自己是賈博斯 在那邊走來走去晃來晃去 還一直狂填嘴唇 然後他要嗆記者的時候 露出那個微笑是非常做作的 你知道嗎 如果一般來講我們不高興 我們頂多表情寫在臉上 像比如說民進黨的簡書賠償 嗆記者 那他嗆記者就是真的心裡不爽 他就說你問我這問題什麼意思 可是毋永不是 他更超過 他是笑得很假的說 我還以為我在跟王洪威的發言人說話呢 這種很作作的感覺 讓現在的 你知道年輕人最不喜歡的就是作作感 其實從2014年以來的 整個政治的浪潮都是真實 希望你這個政治人物 你可以表現你真實的一面 所以即使是嗆記者好了 即使你對記者的問題感到不滿好了 你的表達方式 都是把你的情緒看似隱藏起來 可是那個感覺 其實是讓大眾覺得更不舒服的 覺得你是一個很假的人 所以吳怡農的這種假面感 我覺得在這場補選裡面 被大家一次又一次的看到 那對年輕人來講 我覺得什麼農夫什麼的 都會慢慢遠離 可能就不會到那麼喜歡他了 跟兩年前比起來的話 是 施錄老師 我們在看九一大選的時候 民進黨不就也是打基本盤嗎 也不是說要吹出基本盤 所以才會蔡英文總統一直到處輔選嗎 難道現在補選又是同樣的 這樣基本盤吹出來才能夠 想辦法贏回這一次的補選 我先講說這一席 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我是在懷疑 他在國會上已經絕對多數 然後小英他想要通過的法案 上一次的時候已經過了 連任以後他幾乎 他不想要的你不會過 這是第一個 我反而在有陰謀論的那種思考的話 說不定這個就是小英跟新潮流裡面 或者是說新潮流裡面 暗裡幫助賴審的一個做法 也就是說譬如說要黑道等等這些東西 因為接下來這個黨員 主席的選舉是要黨員直選 然後那些在台北市裡面 人頭黨員黑道這個部分 比重是相當比較重要的 我是這樣猜 應該是無關痛癢的 然後回頭再講說這個吳一農 吳一農我覺得他那個態度那個農 有點像是 你知道有點講英文的陳時中 就陳時中2.0 OK 然後如果是政策來講的話 是南版的王美花 OK 一問三不知 我也講一下他既然是看起來 他秀肌肉是要主打 好像國防外交的樣子 但是他怎麼好像是從民進黨到現在 其實徐國映講的最對 台灣現在的復國神山不是台積電 是土地 所以他只看到公園一號 他只看到這個土地這一塊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那一次KP第一次選的那個時候 本來李秀蓮也要選 他那個時候就已經處理了這個問題 已經做了一個研究 也就是說我們那一塊 松山不是只有民航而已 是這個軍事用地 所以也是重要的關鍵 比如說中國要來斬首的戰術的時候 他是比如說我們的總統的飛機要緊急 我們知道從地下道這樣過去 到松山機場的時候 是要到花東還是要中南部 這是很重要的 你怎麼不會問一下國防部 而且你們已經選了好久 而且再問一下 為什麼AIT要把他們的使館 放在大直那邊 那完全是有道理的 交通定位的考慮 他怎麼草包到那樣的程度 我其實是沒辦法接受的 OK 接下來看了一下說 到底他現在出來好像是新潮流出來的 OK 但是我會覺得 我其實我那種感覺 一天新潮流以前 他們在用人的時候 是要大家投票的 而且是審查過的 看他這樣的社會歷練跟社運等等 奉獻等等這些東西 然後口才篇輯 也可以能文能武 也就可以寫一些東西 但是他現在怎麼 第二代的正二代都跑出來了 我還以為是共產黨 人家共產黨或國民黨過去都有革命對不對 他們1986到現在做了什麼東西 然後正二代都跑出來的 你看多少太陽花的人 內心是相對剝奪感 一定是相當的強烈的 所以邱毅仁來幫他做這一仗 您認為呢 你最了解民黨 我當然邱毅仁是很厲害的能力 投倒人 我也知道 OK 但是如果在外面來看的話就是說 是 又就是這樣子 而且現在變成這樣 他們其實腳踏兩條船 就一下子又陰系的 一下子又新潮流了對不對 到底這個重要關頭裡面 他們到底是新潮流已經全部已經 已經是黑白臉 一個是盛文燦 一個是賴神 所以現在全部都回籠了 奉還潮了嗎 我們曉得其實最後掌揚資源的 應該還是小鷹 是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再次掌揚資源